大学生们,暑假有想要来汕头玩的吗? 欢迎收看我的48小时 汕头美食攻略,下了高铁直奔 我心心念念的,海鲜捞面 这谁看的不迷糊,超大科的鲍鱼 真的香绝了,吃完就去小吃最多最全的 荣原南路,香香甜甜的反杀芋头 比我拳头还大的大力丸 吃起来超级QQ淡淡 糖葱薄饼,淋满麦芽糖的水果 热乎乎的芝麻糊 QQ淡淡的草果吃了 20满满一大份的阿婆梅姿水果吃了 提包料多,一口下去又幸福了 接着去了汕头必打卡了 放心土鸡火锅,鸡肉拌了油后撒上芹菜粒 放进锅里算上10秒左右 配上灵魂赞酱 好吃到抽耳光都不放手 第二天早上就来吃一碗 现煮的加蛋豆浆 配上油条好吃绝了 中午就吃开了40多年的卤儿店 一盘都不够孩子一个人炫 吃完去小公园打了卡 去广场人渡看了落日 12中的草莓冰沙吃了 路边超香的蛋包炒果调吃了 裹上鸡蛋,盖上青菜牛肉西红柿 就是无法形容的好吃 接着打卡了 加上牛肉 点了牛肉牛腩中拼拌 里边的牛肉还卵烂 裹上酱汁真的相绝了 晚上跟着本地人吃了炒酸生烟 吃完觉得前辈子的生烟都白吃了 真的就是两天胖了五斤 蒜头太好吃了 下次还来 拜拜 姐姐我要个酸食的好肉 好 这里是山台的早吃吗 是啊 好,你们家做了多久了呀 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呀 好,我们现在每个地方 桃梁啊,广州啊,香港这些地方都有食材了 好,那好厉害呀 我说猪肚汤什么卖的呀 我说猪肚汤什么卖的呀 大王的四百元一碗 四百啊,没有人说贵吧 人家说贵就不要来吃 我还是那个脾气 你嫌碗贵就不要了 不能,我来一碗尝尝吧 这个就是一分钱一分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南大美食的风格就是这样啊 大家要看实在 这个不会坑人的 等一下切起来就拌这个盆盆盆 这就是那种地道的咆哮小区吗 对呀 咬盐混的来才能吃到这一个 没盐混的来卖完了也没有 咬说一天十来八个 咬说一天一个两个 哇好厉害呀 四百元的猪肚汤算了 好的 慢慢吃啊 看看有没有这个价值 好呢 所以说你做这个多久了呀 做这个多久了 哇在自豪里 这个我干了二十八年 哇塞 少练了 这一百年还差七十年 这个算得不错吧 不错不错 猪肚处理得很干净 吃起来就够淡淡 汤的胡椒味比较多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 哥我要分丢丢鲍鱼鲍 哦好的 这东西先坚守了吗 还没有 哥等一下要放到砂锅里面搜索 哦 为什么要放到砂锅里面搜索 放到高温的砂锅可以快速地裹入鸡的水分 好呢 好的 哥哥又来什么鸡呀 啊这是青眼鸡 这个鸡的鸡肉才能更品实更好吃 这就是广东的特色吧 哦对 这是老管的味道 好味道 传统做法吗 是的 传统做法 好的好的 他又点了个牛肉了 谁懂 牛肉真的很鲜嫩 好爱这种波气十足的话 嗯 鸡肉折得又嫩嫩香 鲍鱼很大 一口下去满口气下 爱了 我 那 你们